尹春华Live Show 她被称为pop女王Live天后 她是台湾实力派的女歌手 而最近她更有了一个 惊动江湖的称号 各位观众我们欢迎 灭绝师太黄小虎小姐 黄小虎在82年 因为一个代班机会 就此展开pop的助唱生涯 也燃烧了她对歌唱的狂热兴趣 9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 不只是朋友 获得各方瞩目 同年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黄小虎不仅拥有 独树一格的歌唱方式 从小受到西洋音乐影响的她 更是拥有双语演唱的实力 她曾连续发行三张英文专辑 而95年举办的三场全省 大型售票演唱会 更是让黄小虎的演艺事业 达到巅峰 近期她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 以犀利直率的奖评 获得年轻观众的喜爱 人气指数不断攀升 站上舞台 她用低沉浑厚的嗓音 掳获每个前来聆听的耳朵和灵魂 她的独特魅力无人能敌 她站上顶端傲视群雄 她是POP女王 她是黄小虎 师太那应该是要怎样 阿弥陀佛吗 也不是啊 对啊 叫你灭绝师太 你对这个称号是有感觉吗 因为这个称号是在网路被... 被炒起来的 对... 然后我刚开始 什么是灭绝师太都不知道 对 然后后来就听说 这是什么 无瑕小说 《倚天屠龙记》里面的 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那我就想说 可能是我最近头发剪这样子 然后他们讲话很有杀气 所以就被... 那当然你评审的风格 也是很犀利啦 常常一针见血 对不对 所以人家就封你这个称号 那你说到头发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最近怎么会想要 用这样的一个头发 我第一次剪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然后他们还这样 很小心一一地问我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了 怕你心灵受到什么伤害 对...他们以为我 怕你想不开啦 对 不是说想不开 是说是经过了什么事情 什么刺激这样子 对 我说干什么 没有 就简直 换换心情嘛 对...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这造型很棒 谢谢 我觉得跟你的个性 各方面 外表 然后你的线条很俐落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看的 谢谢 最近因为担任这个 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审 是 你觉得说好像 我努力唱了一二十年 好像都没有当一次评审 来得红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这是好啊 不要 真的是万叹 万叹 歌声没有这个引起共鸣 居然评审这个灭绝事态 引起共鸣 其实我不觉得我红 我只是觉得曝光率 可以多了一点这样 对... 其实这个小虎 享受到更红的滋味 最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去他Pub听他唱歌的 这个客人 简直是爆满 而且发现这个年龄层 有下降的趋势 以前通常专程来听 小虎的歌的人 因为小虎的歌声 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所以客人的东西 小虎有点年岁的 比如30岁以上 30 40岁 对不对 更年长的大概都有 但是现在出现在Pub里面 大概最年轻有几岁 差不多 就是最近差不多 就18到25岁 这中间 这个年龄层有增加的 增加的现象 很不错啊 但是听说你好像 对于这么年轻人 来听你唱歌 还有一点觉得奇怪 那些年轻人是来干嘛 对啊 因为一下子就是 可能我上了星光 第一次之后 我发现 因为我还是继续在Pub唱嘛 然后觉得奇怪 今天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啊 对 然后每个人都是 好像摩拳擦掌 我就觉得 你们是来干嘛 你们是观摩的吗 还是来 是来干嘛 对对对 可能也要挑战一下 就是说 在荧光幕上看起来 很犀利的灭绝师态 到底在Pub里面 唱Live的时候 是不是一样的那么犀利啊 对 有点挑战的味道 对对对 你有害怕吗 没有怎么害怕 灭绝师态 不是啊 我是觉得可能 就是透过星光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想要说 那可能之前他们对我不熟 对对 对因为我也 差不多两三年没有发片 所以他们对我的一些经历 什么不熟 特别是我演唱Live的那个感觉 他们可能不晓得 所以他们希望来 来更认识你一下 对对对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透过这个完整的专访 我相信很多喜欢黄小虎的 不管是老的歌迷 或者更年轻一辈的歌迷 就可以更了解他了 这个谈到这个星光大道 这个因为这个二班的这个决赛 刚刚落幕嘛 是 那你对于这个结果 你觉得符合你原先的期待吗 有点有点惊讶 有点惊讶 有点惊讶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差一点点 对 分数差得太接近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在比赛这种状况 其实是常常发生 常常发生 常常发生 真的那个分数出来的时候 我跟黄韵玲两个在旁边 怎么会这样 而两个抱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在抱什么 你们两个都觉得很惊讶是不是 对 因为在那个当下 我们不知道分数 其实因为就想说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对 那我们想说可能之前 梁文艺可能已经赢了 所以她应该是胜算在握 对 她领先嘛 对 领先 那我是觉得 如果就我当天在现场 那个状况 我觉得她可能是输在 她最后那一首歌 对 不过我觉得比赛 本来就是很残酷的 就是说也许你这个 真正完全十分的实力 你在比赛的最后的那一刻 你不定的可以全部发挥 对对对 OK 好 那么因为这个就是 来听这个黄小虎唱歌的歌名 的年龄层降低 那也有什么呢 据说也有流浪汉看到你 也会高呼说 黄小虎喔 真的昂得这个程度 因为我们坐在一个户外的 一个茶館 然后就吃点点心喝点茶这样 突然走过来 那我以为她只是路过而已 结果她就停下来 然后她就自己自言自语 今天怎么那么荣幸啊 流浪汉怎么国语讲得这么标准 对啊 而且用字浅词不错耶 荣幸喔 对 但后来还讲英文耶 都是奇怪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荣幸啊 黄小虎 只是在路边很大声 我就觉得 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是因为星光的关系 所以其实以前就很红了啦 只是呢 如果 我们没有怀疑啦 没有装扮的话呢 可能除非说我开口 才会被认出来 那现在就是 反正不管怎么样 随便穿的邋遢出去也是说 失态 不然就是 小虎老师 这样子 所以就会比较 比较没有自己的障碍 好 那如果人家叫你失态 那你怎么回应 我说 嗯 谢谢 事实上 这个最近以来呢 因为这个担任这个评审 那当然也因为他自己的歌声 实在是非常的有独特性 所以他这个知名度啦 各方面的受欢迎指数呢 就是不断的这个上涨 所以呢也让他的附加价值 越来越高的 因为这个演出费就怎么样 水涨船高了嘛 其实呢 这个 因为呢 2008年是我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我个人啊 其实跟新工没有什么关系 那因为我 2008年 刚好跟旧的经纪公司 有一个结束 合约上结束 那 1月1号开始 我就自己有一个 就是说新的经纪人 很奇怪 就是从去年 差不多年底的时候 参加新工 然后到今年 然后换了经纪人 然后 刚好 起来 哦 所以小虎 你的心里面 在这段时期 这么多好的事情 不断的发生 对你自己 换了经纪公司 然后一个新的开始 你心里面真的会呐喊说 我出院啊 有这种感觉吗 出院啊 有这种 没有 我跨年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我比较在乎的是 我自由了啦 干嘛 你过去被压抑得很严重吗 是没有啦 没有啦 其实没有 就是说 反正每一年 一个新的开始 自己都会自己 有一些期许啦 就希望说 在某方面 在生活上啦 或是说在 在事业上 都会有一个新的 越来越好的 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我还好啦 只是曝光率比较高 OK 好 我觉得小虎 会这样讲 是因为事实上呢 他在歌坛 已经一二十年了 而他也曾经呢 在事业里面 陷入过事业的低潮 他甚至呢 有一度觉得说 自己根本就是一个 过气的歌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打击 让他失去了信心呢 广告之后 我们再跟黄小虎 来聊一聊 我以为发了片 就可以有另外的 一个赚钱的机会 结果后来完全没有 要跟唱片公司借钱 那个时候你正好 面临离婚嘛 对对对 然后不能看小孩 全部的压力 都挤在那个时候 这一段春华Live Show 个性呢可以说 相当直帅的黄小虎呢 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 事实上遭遇到了 很多的这个挫折 小虎 你觉得就是说 你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那最主要的挫折 其实不是来自你的歌声 而是你觉得外表是不是 好像在一些话题上面 让你自己觉得不太愉快 对不对 甚至还有人怀疑过你的性别 这会不会太离谱了一点 其实一点都不离谱 你知道吗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 唱片公司 他就 因为我的声音的关系 我声音的关系 所以他们帮我取了一个 叫小虎的名字 其实这是艺名 不是本名 然后要知道我的本名吗 好啊 不告诉你啊 不告诉我们啦 本名怎么样跟你现在形象 大意齐聚 很蔡奇的名字吗 是的 那讲两个给我们猜一下啦 讲两个 本名 以前20年以上的朋友 都叫我小凤 小凤啊 对 然后另外呢 我的本名叫黄春凤 那我们的名字 还有一个字是共同的呢 我是春华 你是春凤 那这样就不是蔡奇亚名了 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的名字 是我爸爸妈妈取的 我觉得很好啊 春华 春天的精华 对啊 你春天的凤凰不是更好 是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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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外型 可能我的个性 再加上我的个性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这样做我 那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呢 你自己来分析一下 你的个性是怎样 我的个性呢 是很善良 是一个很善良的本性 但是呢 我是一个很善良的流星 但是你就是比较坦率很直率 就是有点男孩子的豪气那种味道吗 其实我不认为我豪气 但是我觉得我个性 有时候像男生这我承认 那姑且说是保护色好了 那也因为我从年轻 我已经差不多19岁开始 就是我是从酒店啊夜总会 在南部这种重场的唱出来 一路这样唱来这样子 所以以前在还没有扫黑的时候 干嘛 你被扫过是 没有 我看过别人被扫过 你看过别人被扫 对 所以因为在那个环境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 比较怎么讲 灯红酒绿 对 然后一路走来 所以进了演艺圈 然后进了唱片圈 发现跟我那个环境差很远 所以一下子那个保护色 没办法卸下来 因为习惯 那是到后来 后来这几年我发现 好像OK啦 就是开始去调自己的心态 希望自己可以 所在之处都是很自在的这样子 那如果有人来跟你敬酒呢 小虎来跟你干一杯什么的 我甚至我只要下台 谁要找我去 我只要不认识 我是不会去的 我没有那个义务 我没有那个义务 那当场呢 当场敬你酒 可不可以 他敬酒的话 都是会拿小费上来 那我也曾经为了小费 我也是觉得很不愉快 这怎么样呢 因为他 譬如说拿一杯酒 对 然后下面垫个200块 那怎么办 我看到200块 我火就来了 对 你的意思是说太少是吧 对啊 对 对不对 你要给小费 还要来这个敬酒 你好歹要像个样子嘛 意思是 那应该要多少才算是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 这个行情 行情大概是怎样 小虎应该他要垫多少 你觉得才符合所谓的礼数 那现在呢 我都会说 如果要拿小费的话 请你拿20张青色的 20张千元喔 对 要拿就20张 不要就不要 你这样当得跟客人讲啊 没有啦 是之前讲的啦 那当然有的客人他拿1000嘛 对 1000还OK啦 OK喔 对 还是会有客人他会拿个小费 如果他今天 他听得很爽这样子 那 从刚开始对这种很反感 到后来我欣然的全部都接受 然后就把它转成这个笑话 就是说要拿就20张 那真的有人听了你的话吗 就是还是有人会听我的话 那你就给他缩下来 缩下来 然后就大家婚 是这样子的啊 对 其实我不太喜欢拿小费 因为我觉得 我的歌艺是无价的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比较 比较自豪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 也有可能是之前在酒店唱一段时间 我不太喜欢那种拿人家小费 然后要看拿小费那个人的脸色 我不太喜欢 所以 这就是我比较里面的那个个性 比较不为人知的个性 这是我比较硬的这一部分 那 后来就是 其实我只是要掌声而已 我只要讲这句 然后就 掌声 对 那除了这种给小费之外 有没有碰到更大的不愉快 有没有看到人家打架什么之类的 倒是没有 我觉得 有一点好处是 今天我还是女生 我是女性 所以 我不可能就 两句话不爽 然后就出去要干嘛 我 我不会 而且你打不过人家和别人 我也是个俗辣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对不对 那当然我相信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 在POP里面演唱的行情 应该也水涨船高了吧 之前就是最高的啦 之前就是最高的 这个呢 一定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 黄小虎她在POP的演唱被称为 POP Queen Queen of Pop 这个POP的女王 所以她的这个演唱的酬劳 一定是最高的了 现在又再高了一等 所以这个我们私下出来 不然对其他歌手 你的国税局又早上你了 那我也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很守法的公民 我都有报税 对... 我是说怕对别的歌手不好意思 好 了解... 那我们刚才提到呢 其实黄小虎她在歌坛 可能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歌迷不知道 她已经超过20年了 总共几年 我唱歌唱了26年 对 那如果... 泄露了年龄 我妹讲你几岁开始唱啊 那你几岁开始唱 脑筋急转完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不要回答 不然我一加就知道了嘛 但是距离出唱片 就没有那么久了 你出第一张唱片距离 现在大概是几年 18年 也18年了 18年 但是第一张唱片一出呢 那个歌声就真的是 所以那张唱片的那个专辑叫什么 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 就是一直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点唱那首歌 不只是朋友 而这个专辑呢 就让黄小虎得到了那一届的这个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对 到现在已经老人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啦 当时这个一发片就可以得到这个奖 应该是很大的鼓励嘛 对 虽然是蛮大的鼓励 那原本期待就是说这个歌唱事业 至此可以这个步入坦途的这个小虎呢 事实上呢又面临了另外一个关卡 就是这个唱片虽然发了 也得到一个最佳新人奖 可惜呢歌红人不红 就此呢演唱事业呢又陷入低潮 对不对 这段时间要不要谈一谈 这段时间还蛮长的喔 这段时间差不多两年 两年 然后我以为 其实在出片之前呢 我多多少少都还有在酒店啊 比如说吧 那时候 对 在这样一些场合呢 可以去赚一点生活费 对 那我以为发了片就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赚钱的机会 比如说活动啊 校园啊 对啊 结果后来完全没有 那所以我就差不多也跟 要跟唱片公司借钱这样子 因为生活真的不行 那个时候你正好面临离婚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离了婚嘛 然后不能看小孩 然后没有工作 嗯哼 然后就是感情受挫嘛 嗯哼 我没有朋友 在台北 因为亲戚怎么都在高雄 对 那是跟我前夫上了台北 所以就是都没有了 嗯哼 然后全部的压力都挤在那个时候 嗯哼 所以啊 要消化这个压力 花了一段时间 对 小虎你是几岁的时候结婚的 好 我想一下 长时间前了 是不是 对对对 差不多二十三岁 是自由恋爱 是自己喜欢的 对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从高雄跑到台北来啊 不不 我在高雄 我一直在高雄 然后她要从台北下去高雄 这样子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 我们是在酒店认识的 她也是月首 她是月首 对 就是我们同行这样子 同行 好 那这个当时家人支持吗 不支持 为什么呢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就是我家人都跟她不熟 那你带回去让她们认识啊 我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让她们认识 因为 我觉得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的个性就这么酷 对 我要嫁给谁 我自己处理就好 真的啊 所以你没有先跟妈妈商量 没有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妈妈就不跟我说话 那一定的 那我觉得妈妈是会很生气 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 而且事实上 这个小虎跟妈妈 之前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你还说妈妈是你的活菩萨吗 嗯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不喜欢妈妈 哦 是哦 对 我妈妈很严 哦 真的吗 然后小时候 小时候呢 我比较喜欢爸爸跟奶奶 嗯 因为我是老妖 如果睡在家里 就是被爸爸跟奶奶宠坏 嗯 然后我妈妈就是 就是每天会拿个一只棍子这样 你给我洗碗 你不能出去玩 你要固定 不然你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做家事 嗯 然后东西乱丢 就骂这样打这样 嗯 所以其实我跟妈妈 是有一种会敬畏的感觉 哦 所以在你比较小的时候 因为妈妈对你相对比较严厉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反而是会怕她的 对会怕她的 所以她是会拿棍子打你的啊 会会会 然后到后来是 所以会长大了 就是二十三岁 那个时期就是觉得叛逆嘛 对 你越这样我就又不要了 嗯 错过女儿成长级 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想要弥补过去 没有好像从小把她带大 我觉得是遗憾 如果说真的能够重来的话 好 我想你应该会做我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 你这个婚姻维持多久 差不多五年 那后来是为什么离开呢 个性不合 个性不合 对因为每天吵架就是受不了 嗯嗯嗯 那那个时候女儿几岁了 差不多一一岁多吧 一岁 那为什么这个前夫不让你探视这个小孩呢 嗯 他可能觉得是我离开吧 那你当时想带女儿吗 希望女儿带在身边吗 其实 心有余额力不足 因为我的工作都是晚上 对 都是晚上 那其实 到后来小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他有曾经过来跟我住一段时间 嗯嗯 但是我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去照顾 嗯嗯 这样那后来他又回到爸爸那边 嗯嗯 那 那 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 小孩子跟爸爸一起 我觉得是还 不错 嗯嗯 那有听小孩子说 嗯 其实他爸爸很照顾他的 嗯嗯 那只是他后来 他考到一个学校 是离我 离我家比较近的 嗯嗯 那我是觉得 真正会花钱是 现在这个时候 我比他爸爸会赚 所以他现在来跟我住是对的 哦 所以现在女儿又跟你住在一起了 对 女儿现在已经是念什么了 大四了 他今年要毕业 哇 王小虎已经有个大四的女儿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 那你也很好啊 你这样因为生得早 所以你看看 那女儿跟你这个走在一起 就真的像姐妹一样 你又剃了个这么短的口 是没有了 人都以为说她是我的宣传 那现在跟女儿之间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像朋友 嗯嗯 我觉得我不太像妈妈 不太像妈妈 我觉得你就很像妈妈 哦 真的啊 对 你们觉得我像妈妈吗 对 不像 但是你是不是有点想要弥补 过去可能有一段岁月 就是可能跟女儿比较疏离 因为没有跟她住在一起 对不对 没有好像从小把她带大 你心里面会曾经有过 好像比较愧疚这样吗 嗯 我觉得是遗憾 遗憾 对 就是当小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跟她 分享她那一个最可爱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不会觉得愧疚 只是觉得遗憾 如果说真的能够重来的话 我想我应该会把 会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但是 现在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 她现在来跟我住 然后在各方面我就可以 譬如说教导她 我觉得她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住 那你会教导女儿什么呢 一个大肆的女儿 你认为说大肆的女儿 妈妈最应该交给她的是什么 我只有给她两个字 哪两个字 自爱 自爱啊 OK 当我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该怎么做 你自己要很清楚 你如果不希望人家骂你 不希望怎么样的时候 你自己就不要做 OK 因为 其实我不太喜欢一直念 我不是那种 随时二十四小时 紧迫钉轮那种 我不喜欢这样子 那我也不喜欢人家骂我 我也不喜欢人家管我 所以 我用我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我自己的女儿 那像这个女儿 她的同学知道说 妈妈就是这个黄小虎吗 怎么说呢 本来我的个性 其实私底下是比较低调的 你比较低调 对对 因为 可是现在的你 尤其是你的歌唱事业 让你在很多时候 你也没办法低调 对不对 就比如说歌迷会认得你 现在很多的邀约 可能会找上你 但是歌迷不认得我女儿 OK 所以你希望就是说 让女儿比较有一个单纯的 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对 对对对 我不希望她有太多 譬如说光环压 或者是说压力 或许对她来说是个压力 是不是这样 所以也有记得问我 那你女儿像你一样 那么会唱歌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从来没听过吗 因为她不敢在我面前唱 你是一个很严厉的妈妈吗 为什么她不敢唱给你听 没有啊 只是 很多人看到我就 我也不知道 譬如说工作人员 我也很害怕 对啊 比如说工作人员 都是宣传或什么 其实我是无辜的 因为我就坐着没有讲话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严肃 说到外形 给人家这种联想 比如我会觉得说 我看到像黄霄虎这样子的一种 很酷的 感觉上是很犀利的 然后讲话很直率的现代女性 我可能会觉得说 那你一定是很会喝酒 结果你刚才说 你居然一滴酒不沾啊 对啊 可是你在酒店唱歌 所以我刚才说过 我们去唱歌是去唱歌 我不是去喝酒 我去唱歌唱完 我就走人了 就每个月领薪水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其实跟公务人员没有两样 那妈妈事实上对待你的方式 主要是怎么样 我在台北买了房子 然后有五年我没有发片 房贷差点付不出来 然后我妈妈在那个时候帮助了我 其实我不太敢去跟朋友开口 钱的这方面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朋友跟我开口 好 重点你这股 大家听清楚 但是妈妈没有等你开口 她知道你可能需要她的帮忙 妈妈就主动拿钱帮你啊 对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父母心啊 因为妈妈比较传统嘛 就是说女儿长大了 就说离婚也就离了 那你一个人在台北 后来她也知道 就是很忙啊 就唱Pub啊 东奔西跑啊这样子 然后我也一个人 然后也没有人照顾我什么的 然后又买了房子 然后又这个利息又那么重什么 啪啪啪啪 然后我是觉得是 妈妈就是台语说的 缺短内度 缺短内度 她这样省事减用 然后她把她的积蓄就是 让我去还贷款还是卡债这样子 那妈妈对你很好啊 对 跟你小时候你形容的那种印象就是说 打你啊 骂你啊 叫你去洗碗啊 不一样嘛 在你需要的时候 她还是缺短内度 把她所有的积蓄给了你 那时候有很感动的 很感动的 很感动的 然后后来我就 在这方面就好一点以后 然后我就会固定每个月 给我妈妈钱这样子 然后她都会觉得 其实到后来妈妈 比较担心的是我的身体 比如说因为她不在身边嘛 对 她没有办法看到我的作息 她怕我吃不好 睡不好 或是可能 可能要照顾喉咙啊 或是说可能要照顾什么 她没有办法照顾到 所以她会担心 所以她就是都会打电话说 啊 你有好吗 啊 你有怎么样 啊 你就要怎么样 我妈 你不用烦恼 你不用烦恼 然后到后来我就 希望她不要烦恼太多 如果希望她可以快乐 然后我说 你有钱就要快开 不要缺掉 所以反而是到你 比较年长之后 你跟妈妈的关系 才慢慢地修补 而且母女才越来就是 感情越亲密 对不对 那妈妈有没有享受到 你已经在歌唱 比如说成名啦 或者是赚了比较多的钱 你每个月会寄钱给她嘛 所以妈妈有没有 过到比较好的日子 有有有 但是我到后来是 很难去改变她的生活方式 一定缺乏关系 没有错 台湾很多妈妈都是这样 自己很缺乏 然后都给儿女这样 对 那你会这样吗 你会缺不缺乏女儿吗 做不到 OK 对 对 我都跟我女儿说 自己贪 好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 我对我妈的反感 然后 不以为然 因为 我觉得我妈很爱钱 什么都是钱 听得很烦 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到后来出社会 我才会对这种小费 我也觉得很不以为然 就是 钱 钱算什么 对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是钱买不到的 那个才是最珍贵的 对 然后到后来 也是因为钱 妈妈帮助了我这样 不是 妈妈帮助了我钱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 我真的要 开始意识到 我要多花时间陪陪妈妈这样子 OK 今天呢 我们请到这个小虎来 其实很多人 已经在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到现在 都没有听到你唱歌呢 节目要结束了 没有 所以呢 在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邀请到了这个 就是 应该是你的秘密武器啦 对不对 阿毛老师 是你的专属Keyboard老师啊 他不是我的秘密武器的 是公开的秘密 他只是我的Keyboard老师而已 好 马上再回来 沈春华Live Show 好啦 终于我们等到这个小虎老师呢 要开口唱歌了 那么这个阶段呢 还特地请来了这个 跟他这个搭配的一位Keyboard老师 对不对 我们来欢迎阿毛老师 你跟他合作几年了 怎么搞得这么可爱啊 对啊 你看他还会 他还会抢镜头呢 我认识他几年了 但是配合是最近 配合是最近的事情 不过这个小虎你知道吗 在这段节目当中 我们有一个神秘嘉宾 但是不是阿毛嘛 因为阿毛是你知道的 所以呢 还有一个人要来你知道吗 这个人我请他来 你不晓得会不会翻脸喔 因为听说过节很深耶 真的假的 对啊 你该不会找那个 跟我有过节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开始紧张了 你跟你有过节的人不少喔 真的吗 有没有 没有喔 你真的要讲清楚啊 我人很持相 失态 对不对 你灭绝失态啊 杀气很重啊 我灭飞了 好 这一位呢 事实上 怎么讲呢 我想还是请他出来 请他出来之后 再让你跟他好好地谈一谈吧 我们来欢迎小虎哥 许礼平先生 什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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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坐你旁边吗 喂 这个你认识吧 小虎 他叫小虎哥啊 是不是 他小虎哥 我小虎姐 你小虎姐 所以当我们两个见面了之后 兩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 你还不肯唱啊 小虎哥你附带一下 留给火炸 留给... 留给妈妈唱 没有 我彼此称呼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叫小虎 对 我叫他本名 他叫我也是本名 这位其实就是公司的老板 對不對 那15年前 我记得小虎姐她是 来我们的电影 刚才是第一个演出的公司 那时候我是服务生 她就是歌手 已经发过一张唱片了 歌红人不红 有 那个时候不只是朋友 很多人以为是男生唱的 包括我 对 结果后来有一天 那个时候 我的老板说 有一个王小虎来唱歌 我很开心 我觉得那首歌好好听 对 我想说准备了檳榔和烟 要给他抽 是个女的 对... 为什么呢 你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这个主唱人是谁吗 你没有看过照片 或者... 没有 那个时候我对... 对于这首歌有影响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 我并不是很了解 李玉泉的生态 对... 那那个时候 只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这个人的声音很特别 有一次他在唱歌的时候 讲话 得罪了某座客人 是蛮重要的客人 你说这个小虎 这个得罪了客人是不是 对... 那这个事情 很多我们待会可以慢慢聊 是喔 对 我跟你讲 对 我是说 后来 我的老板 那个时候我的老板 就我们总经理跟我说 他希望我把王小虎 请他不要唱 因为他得罪客人了 对 是不是 对... 他讲话的有些风格 那时候有些客人 没有办法接受 对 那那个时候 我老板跟我说 因为我负责节目的安排 我跟他感情非常好 他跟我说 如果你不去file他 对... 那我自己来 我很挣扎 对 我很挣扎 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想 我说 我来好了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谈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他流眼泪 第一次看他流眼泪 你真的去跟他讲说 你不能在这边唱歌啦 对 我说 对 我说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已经尽力去替你维护了 我相信他 他了解我 我是尽力的 对 我是尽力的 对 OK 小虎 你那个时候 身上正好背着很重的房贷 是不是 然后你听到这个家伙跟你讲说 叫你不要再来唱了 然后你流下了英雄泪 我有吗 之类 我不能说吗 因为我忘了 其实他有 我忘了 其实我非常正 因为他让我感觉是一个很独立 很自主的女人 对 很犀利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讲的时候 我当然很忐忑 我看他流眼泪 他走了以后 我记得后来 连我的婚礼他都没有来参加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连串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得罪那个客人的这个情况 你还记得吗 是为了什么一个事件 为什么 因为得罪了这个客人 让你的老板觉得说 你好像变成一个困难者 你就不要来唱算了 你还记得那个事情 不记得 不记得 那你还记得 你怎么都记得比他清楚啊 因为全部都是我来善后的 他得罪了谁... 我讲一个在之前一年的例子 其实他讲话就是这样的 一种态度嘛 那旁边大概就有可能 可能是得罪了某个大哥吧 结果那天下班的时候 外面有四辆车子 有十几个人 在等皇小五千里 你说因为得罪了一位大哥 所以那个大哥他就叫了这个好几个人 那其实那个大哥很有风度 是他旁边的随从门 觉得说你给我大哥没有面子 我就看到他们在外面打电话 对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摊头一看 外面四辆车 四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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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边了 我就去请问他们什么事 他说没有啊 你们哥手很红 我要他签名 对 那态度就是 我要他签名了 我很紧张 然后我就请他说 好汉不清 贤亏 咱们先从后门走 是...要让一个可能的风暴 你要赶快把他压抑下来 平息下来 让小虎可以好好的去做 他的歌手的角色 对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后来我自己也是有反省 我是觉得... 他有修正很多 真的喔 不简单耶 灭绝事态 有啦... 谁愿意每天... 谁愿意每天都有事态 就是啦 黑头车在外面等 没有错... 好 那你怎么修正 你的态度上怎么修正 所以我的态度其实就是 也不再那么犀利 其实我就是用比較... 比較自嘲 我可以去自嘲我自己 或者是说 用比较开玩笑的口气去说 其实要加上表情的话 我其实大部分都会接受的 其实他以前那个想法 也是有开玩笑的成分 可是一般人 可能不熟悉那样的方式 会觉得你在大庭广众之下 跟我离开 对... 会有这样的错觉 其实我是无心的 所以后来我自己有修正了一些 其实以前 当他还没有那么有名的时候 来POP的客人 是不特定的地下 他们就是今天花了钱 进来喝点酒 看看今天什么人在表演 可是到现在 每个礼拜四在我这边唱 像我们这个月 在上个月都已经订回都订卖了 对 都是来看他的表演 其实我很挺好高兴 因为这十几年来 我看他起起伏伏 对... 然后我们中间 私交那样也很好 工作上也有一些冲突 他曾经骂...也骂得我躲在后面 差点要掉下眼人来 你敢骂老板喔 他不怕我当老板的 不怕你当老板 我也不怕... 对 我觉得我们是伙伴關係 那他骂你什么呢 黄小虎最迷人的嗓音 即将征服你的灵魂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 一点点温柔的交纵 你敢骂老板喔 他不怕我当老板的 不怕他老板 我也不怕他 对 我觉得我们是伙伴關係 那他骂你什么呢 那一次是有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这个你不要骂我啊 你还挺怕他 我看 我很怕 因为他是阿姬 对 对 我喝个水啊 请用 温度可以吗 有一年 我记得好像是Christmas 还是跨年的活动 我安排了小五姐 唱我的亚洲的主秀 可是那一天 我们店里面来了一个贵逼 就是华健 结果那个时候 华健上台的时候 因为那天客人 其实大部分是来等候小朋友 可是那天华健上台的时候 上去唱两首歌 他很开心 就一直很好 他后面还有感情 所以就是因为 周华健唱得太久了是不是 对 所以延误到了小虎的时间 他把我拉到办公室 不高兴了 直接指着我彼此骂 对 说 徐丽萍 对 我后面的时间 你不是不清楚 你安排节目 你怎么安排的 你这个样子 你把我当什么 你要我在那边stand by 对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我不可能叫他下台 因为客人 那个场合 我是没有办法叫华健 花圈圈叫他下来的 那个时候我很紧张 可是他又有时间压力 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可是第二天他等他跟我道歉 这个你还记得吗 小虎 你打电话跟他道歉 你还记得吗 他可能也忘记了 奇怪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记忆力 完全不一样 他只记得他骂人的时候 对 那从那一点 其实从那一天以后 那是十年前的 十几年前的事喔 从那一次以后 我觉得我更了解他 我觉得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对 他当下他会有情绪 他不会掩饰 可是事后他会觉得 他也会设身处地 想想我的状况 对 后来他跟华健 也是很好的朋友 好 今天呢 我们其实非常难得 请到了这个小虎 同时呢也把他的这个 跟他配合最密切的 这个阿毛老师请来 那么要演唱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一定是 非常有代表性的 叫做 叫做《不只是朋友》 不只是朋友 OK 来 我们早餐来欢迎黄小虎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 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 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眼里 或是你可以对应 缘缓的朋友 你从不吝啬 最初分享你的快乐 你开心的时候 总是挥霍 你失忆的片刻 总是沉默 你失忆的片刻 在你的眼里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靠 倾途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 提醒我奋奋 你的寂寞 我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交纵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 想做你不变的恋人 想做你一世的牵挂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溫柔的教宗 你從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占有 太棒了... 不過啊 我覺得啊 這個聽一首 你看UNCLE來了啦 UNCLE 我告訴你 小虎說啊 沒有什麼UNCLE的 要聽呢 就到演唱會去聽 UNCLE 一句話啦 辦不到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要UNCLE呢 那就5月份到我的演唱會 5月8號 9號 10號 11號在國際會議中心 謝謝 我們知道小虎在5月份 就要開她的演唱會了 票賣得好得不得了 所以想要把握機會的人 要剩下最後的機會了對不對 是的 好 我們要祝福小虎 在5月份的演唱會 非常的成功而順利 謝謝 好 也謝謝阿茂老師 還謝謝我們的徐律師先生 謝謝 謝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